嘿,詹志宜PT,你會取代財經記者嗎? 詹志宜PT是說他不會取代財經記者 而是設計為記者提供支援和幫助 Yup,保住飯碗了 我們讓他張八百字的新聞縮短成三百字 看看成果如何 不合格 我們讓他幫忙新的這篇新聞 重新打一個標題 看看成果如何 叫你打個標題打到這麼鬼長 不合格 我們讓他翻譯一篇關於無人機行業的新聞 看看做得好嗎? G格 我們讓他寫一篇新聞看看寫得怎樣 G格 我們覺得這個應該廣義來說 不純粹是因為 CheckGPT 而讓我們去思考這個問題 應該更廣義來說就是 在AI流行的時代 作為人應該怎麼樣尋找自己的價值 先不講記者 先講為一個更廣義的情況 我覺得剛才我們提了 AI最厲害的是什麼? 它就是最厲害跟你做一些重規定的工作 讓你去更有效力的去完成 你要做一些重規性的等等之類的 這是最簡單的理解 AI可以幫助到我們的一個情況 但從此來看記者 如果你把這所有的數據都輸入一個NG 輸入一個AI的話 說真的 一篇簡單的新聞就很快的出來 從這裡去開擴展 上市公司的採訪 某公司開記者招待會 如果它越重複性 越關係到某一些數據輸入 然後就可以招待某一些點 並且生成一個文章 這些都有可能 很容易的讓AI完成這個工作 但從這裡去想 你就要去想了 記者一增加它的價值 讓它的價值可以達到一個功能 就是AI做不到的 我覺得從這一點去想 難能更容易去理解未來的可能性 當然我喜歡用一個例子 來講這個情況 就是工具的流行 會讓我們的生活 提高更大的效率 在這個時代 我們應該好好地去學習 如何和AI文具共存 如何使用AI工具 讓我們的生活更有效率 讓我們的生活更無佳美好 但是我要用Rulesing Park 電影裡面有一句話 它說 Life finds the way 生命自然會尋找到它的處理 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AI工具 把一些工作幹掉 也因為AI工具 會產生一些新的工作機會 人類在這種情況之下 應該不斷地演進 應該變成一個更有用 更有價值 更不做重複動作的人類 並且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一個終極目標前進 人類才會有更好的明天的未來 在這個事情 能夠不斷地演進 在這個事情 也有很多事情 都會有很多事情 為此